音樂 好的你現在看到的是 是敞篷的8系列850i的X-Drive Convertible 其實我們來葡萄牙參加這個試駕之前 台灣才剛發表的這個車型 它的售價雙門是678萬 敞篷的部分是698萬 差了20萬元加差 整部車的性能來講的話 其實它多這個敞篷 其實車身剛性重量其實都沒有增加太多 性能數據來講 其實是維持著跟雙門幾乎一樣的水準 至於開起來的性能表現是怎麼樣呢 你看到後面優美的山路 這個就是 測試它的操控性最佳的舞台 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這次我們來葡萄牙試車呢 試的是兩個車型 除了7系列之外呢 就是8系列的敞篷 既然我們要試敞篷 那我就把篷打開囉 是的 我們現在在時速大概30公里左右呢 這個篷就可以在行徑中把它打開了 完成了 完成了 據原廠表示呢 這一次 BMW用的這個篷呢 它只要15秒的時間 而且在車速50公里以下呢 就可以完成起壁的動作 那 這一次的這個敞篷呢 據工程師表示呢 因為藉由之前 老實在是在動這個敞篷車型上面的經驗 所以呢 他們在使用的只有四層的這個軟篷的材質的情況下呢 就可以達到幾乎可以媲美 雙門跑車的這種隔音跟競速性的效果 還蠻厲害的喔 對啊 那 當然 因為我們這一次試駕的這一部呢 850i的X-Drive 那配備的是530匹馬力的這個V8雙渦輪增壓引擎嘛 那0到100加速只要3.9秒 速度很快 而且敞篷的這種提供你的駕駛氛圍呢 也很棒 但是呢 開到這樣一部馬力這麼大的敞篷跑車 而且又有四輪驅動 然後再加上 同樣的跟7系列一樣 它配有這個後輪轉向系統 那 當然要找機會來試試看 它的這個 加速的時候的那種提供你的感受跟氛圍是怎麼樣喔 我們先來切一下 把它切到 Sport Plus Mode 你就聽到那個 笨笨笨笨的聲音不一樣的喔 來咯 WuHoo WuHoo 確實喔 這個 X-Drive的素人驅動呢 在剛剛加速的時候 雖然這條路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路沒有非常的寬 道路呢 算平啦 但是有一點起伏 可是 你會覺得它還是很穩啊 貼地性啊 還有轉向呢 非常精準的喔 WuHoo 那 我可以感覺呢 這部車確實 它的重量已經比這個 7系列要輕嘛 那軸距也比較短 是屬於比較輕巧的 更輕巧一點 雖然說它的重量 就一部雙門跑車來說 才是有點偏重 但是 你在開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說 它的 整個 在轉向的時候 那個重心啊 還有重量啊 會對操控啊 帶來一些比較不好的影響 不會 這部車呢 其實 我剛剛這樣 加速 然後 因為有一些單車的騎士 我們要顧慮一下 哇 這個 開起來的氛圍跟感受呢 跟器械又不一樣了 尤其是開篷的狀態下 哇 這個轉彎的機質好強喔 而且你不用擔心它會 滑出去 因為 這一次的這個 速輪驅動的同樣的 最新世代的 它可以自動去分配 這個前後驅動力 還有左右呢 這個差速器的扭力分配呢 同樣的也是使用 這個 從A部門下放過來的 這種電子控制的差速器 所以呢 在山路配的時候 我覺得這台車給我 非常高的信心了 哇 天啊 哇 一部長篷的 這個8系列在 彎裡面 居然可以 開得那麼快 嗚呼 太棒了 是 那 超過眼光的 好 太母闔了 是 掉到 不然 下面